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谈论的话题呢,就是关于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极简主义者 那其实我相信这个话题有很多的做极简的博主也好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有人会否定说,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极简主义者 所以呢,我今天就想着重探讨一下,到底我是不是一个极简主义者 或者说我所理解极简主义者是不是别人所理解的极简主义者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就是源于我上一个视频 那我上一个视频拍的是一个,这个故事比较长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耐心的把它听完这样子 不管你是和我的理念是相同还是不相同 我希望你都可以把这个视频看完,耐心看完 那这个视频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源于我上一个生活类的视频 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拍极简主义的话题 包括我生活类的视频 因为这就有点像是,你跟大家谈论你是怎么做极简的 最后你用你的生活来去映照 说我的极简主义生活就像交作业一样 这就是我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乐中于把极简主义和生活Vlog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人 那我上一个Vlog呢,是在拍什么呢? 就是拍了我,我买了一个,我买了一瓶洗衣液 因为我们家洗衣液用完了 然后呢,因为我们家新买了一台电视机 所以呢,我又买了一个电视柜 然后就是,我的颈椎不是特别好 我想换一个枕头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新的枕头 然后呢,就是我们家的这个灯 四年之前这个灯的灯罩就是,就是我有甲犬超标 明显超标,就一进来就很浓重的味道 所以当时刚住进来 我就把我们家大房间那个灯罩 就我们卧室这个灯罩就给扔掉了 所以我们家这个灯就一直 房间里这个灯一直就是裸露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一次我们去移家的时候 我老公就再三说 这个灯罩是可以装在我们家房间里的 所以我就让他装了 因为我一直都想买个灯罩 但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不是一个灯嘛 所以我觉得应该装不上去 所以这次我老公说一定能装上去 所以就让他买了 然后呢,就是我的洗衣液 还有我的护手霜都用完了 于是呢,我就买了一个套装 然后都是一些小样嘛 我想试试看哪个肥皂的味道 还有哪个那个护手霜的味道最好 然后到时候我再去买大支装 那这个生活vlog里面呢 也包含了我有锻炼和我的学习 好,如果大家听到这边的话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你确定你是一个极简主义的博主 但是我今天很负责任的和大家说 我确定我是一个极简主义的博主 因为我觉得大家未免对极简主义者 太过苛刻了 极简主义者他不是普行森 当然这个我会在后面就跟他着重分析 因为极简主义者就是和大家一样的在那里生活 就因为我是个极简主义者 所以说我洗衣液用完了 我不能去买一瓶洗衣液 还是说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极简主义者 所以我明明这个枕头睡得不舒服 我都不去换 就因为我是个极简主义者 所以我不能换枕头 还是说就是因为我是个极简主义者 我都不配拥有一台电视机 如果我真的觉得我需要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极简主义者嘛 你是不是未免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是不对极简主义 这个者这个就太过于严苛了 那么很多人就说不是啊 因为这是极简嘛 就是extreme嘛 就要非常非常简 那才叫极简主义者 那只是中文翻译出来的 叫极简主义者而已 其实英文并不是这个意思 包括你去看一些断舍离的一些书籍 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我就跟大家说一条 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极简主义者 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极简主义这个话题 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断舍离 是为什么 因为告诉你留下 人只需要留下你需要的东西 舍去你不要的东西 再听一遍 人只要留下你需要的东西 舍去你不需要的东西 那就是我认为是断舍离的一个精神 是不是 它并不是说人 必须留下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但凡生活不需要的东西 全部都舍去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确定你是需要的吗 你文献自我你是需要的吗 OK我是需要的 那我就保留 如果这样东西再好或者再怎么样 你觉得你是不需要的 那你就把它给不转时扔掉卖掉还是转送掉 你没有必要再留下来了 而不是说这样东西你确定生活需要吗 好像没有它 我的日子好像还是能继续过的 OK 那我就不要了 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除我的邮箱里有一封就是来自一个山西的小伙伴 他发在我的那个谷歌邮箱里发的关于他认为的极简主义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想法 他和我说其实极简主义就是苦行僧 他用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日剧 叫我的家里空无一物 他说里面那个主人公麻衣就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东西好像扔掉了 好像对我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吧 OK 那我就把它扔掉 他觉得这个方式才是极简主义的精神 可是我觉得你并没有把它看仔细 因为里面我的家里空有一物 我看了很多遍 因为其中有一集他有谈到说 名牌包包 麻衣是有名牌包的 麻衣也是有漂亮的衣服的 那如果按照你说的 说没有这个东西好像日子还能过 那为什么麻衣还要去拥有那些名牌包呢 那没有必要了 那连包都不需要 这样一个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麻衣还拼命的在那里删选衣服 这件衣服 那件衣服 在那里看他的漂亮的衣服呢 那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只要生活所需到 他那些衣服都不必要留了 所以我不觉得你有真的认真看完 或者你认真真的有体会到说 我的家里空有一物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主要的 他的目的是为了空吗 他为了拼数量吗 数量做到最低吗 我觉得他和苦行僧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区别 是在于我们做极简主义的或者你喜欢极简主义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 问自己到底你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到底你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到底需要的是什么生活 我觉得这才是个精髓 就是有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 包括我跟很多小伙伴都有聊过这个问题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 就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说 生活非常累 为什么累 就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是你在过日子 你觉得是日子在过你 就是你不是按照 不是以你自己个人 就说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样想的 而是通过别人不断的在那里告诉你说 我觉得你应该这样 我觉得你应该那样 或者觉得李佳琪说 你要这些恐红你就得拥有 学生人说 你这样东西可以不要吗 你不能错过 这是通过别人告诉你 或者你真的很想要某样东西 我真的想学个钢琴或者是怎么样 别人告诉你说 你这么大把年纪了 你还学什么钢琴 你这把他大把年纪了 你还读什么书 都是在别人告诉你说 你需要什么 你不需要什么 但是极简主义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问你自己 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 你是一个不喜欢用咖啡机的人 那么对你而言这个咖啡机 我觉得你就是可以舍弃掉的 因为你不需要他 是不是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咖啡的人 你喜欢用咖啡机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咖啡机 你是可以保留的 这是你需要的 或者你觉得你心情不开心的时候 你也问自己说 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你真的是需要到商场里面逛街 去买一样东西 让自己短暂的开心 还是说你现在不开心 你最需要的是打个电话 叫朋友出来和他聊聊天 或者你现在最需要的是 比如说安静下来看一场电影 或看个电视 或者怎么样 这是从自身出发的 我觉得这才是我所认为的 不管是极简主义也好 还是断舍离也好 最重要的精神就是问自己 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对 不是用别人 不是别人来定义说你需要什么 而是你自己问自己 你需要什么 所以我在网界有很多的视频 告诉大家不要买东西 或者怎么样 我都会出发点都是一个 就是你问你自己你需要吗 OK你需要就买 你不需要你就不要买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说 购物是不好的 而且我从来不觉得 极简主义 包括日剧派的 我的家里空无一物 包括是断舍离 他就告诉你 就是不要买东西 就是苦行僧 我不觉得他在传递的是 这个消息 这个价值 我觉得他传递的是 你自己内心的 对于物品的一个需要程度 就是让你自己 更加了解你自己 让你自己更加认清你自己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如果单凭物品的数量来决定 你是个极简主义者 你不是一个极简主义者 我自己感觉就 我不觉得是一种对的方式 因为 就好比男生大多数的时候 都会比女生的物品少 有家庭的人的物品 一定比单身的人物品少 外面的流浪汉 一定是比你的物品少 难道外面的流浪汉 它就是极简主义 或者说你所追求的 就是过流浪汉那样的生活 这就是极简主义 或者断舍离的精髓 我觉得还是挺扯淡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觉得的 因为我有看到 包括有好多做极简主义博主 或者是有做极简主义 很多年的人 他都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到底大家认为的极简主义 到底是什么样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 有一位外国博主 他拍个团片 就是大家认为的极简主义 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实际上极简主义 是什么都有的 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 这就是我自己个人 所理解的极简主义 也许你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也许你跟我的想法一样 但是 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大家都可以保留 自己个人的想法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不好的 你欢迎你也可以开个频道 说说你自己觉得 极简主义是怎么样 你谈一下你自己的 一个看法 对我而言 就是数量 真的是很表面的一个东西 那是最肤浅的一个东西 说数量多 数量少 或者追求外在的说 一定要怎么样 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管你东西少也好 不管你东西多也好 最关键的还是 问你自己到底 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极简主义 我觉得是 最根本的东西 它不是佛教 它不是道教 它不是普行僧 它一定是有区别的 它是适应我们现在当代人生活的一个新的一个理念 而已 仅此而已 我觉得 你不用过度的去妖魔化它 或者过度的去升华它 它不是一个圣人才能达到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现在消费主义盛行之下的一个产物 而已 它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态度 就是一种生活态度而已 这就是我想说的所有的内容了 那我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对大家有些帮助 当然你也可以赞同我的观点 或者你可以赞同我的观点 我希望我说的东西 可以表达清楚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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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